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罗报告摩托车照模镜节目 这一期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目前饱受欢迎的一款小跑车 颜值很高的川崎400 那么这款车其实是在9月份的时候就已经上市了 但是一直没有到店 这一批听说是有200多个订单 但是真正能够满足消费者的订单只有四五十台 就我后面这一堆 现在已经是批量的上市了 很多朋友跟我说这款车为什么卖的这么好 那下面呢我就跟大家从头到尾简单解析一下 这个川崎忍者400有哪些亮点值得去关注 首先从前头来讲 它的整个设计是一个全新的设计 就是跟上一代的小忍者250相比 它的提升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从前头来讲 设计线条咱们先不说 首先它的这个大灯 大灯采用的是LED的这么一个配置 而且底下有一个很犀利的小兜层 刚才跟那个博友在聊天的时候他们不管这叫小兜层 但是给我的感觉更像是他们家族特征越来越明显了 像是H2那种整个的感觉 当然这个车它整体看上去比原来小的那个小忍者250要更丰满一些 它的线条也更犀利的一些 骑上去的样子更酷更帅 它采用正立式的前刹 我觉得在平时的这种铺装物面完全可以满足 但是它这个41毫米的这个粗度 但是不可以调 如果要是可以调节的话 我觉得会更好 制动系统采用的是日清品牌的一个双活塞 单盘这么一个配置 制动效果待会我们去路上去感受一下 然后它的一个重点是它的骑行三角很舒服 这个忍者400 它整个骑行三角让我感觉上更偏向一个街车的坐姿 可以说是一个说法叫街跑 但是现在这种街跑的说法不太正规 我觉得它是一个街车偏舒适的一个骑行坐姿 它的一个骑行三角是非常舒服的 整个上车以后 我的手可以很自然的放在车把上 尽管它是一个分离手把 高低 我觉得是偏高的这么一个设定 然后脚粘地没问题 780这么一个座高 这个无论是只要你1米7以上 完全可以满足 刚才甚至有一个不到1米7的车友坐在上面 也都OK 双脚踏踏踏实着地 完全没有问题 而且还有一就是它的这个油箱 整个让你腿夹上去以后 这种服帖感是非常强的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即使其实做一些比较